尽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峰会 但是这次峰会的重点却是如何解决或制止叙利亚的留学冲突 俄斯总统普京是八国集团领导人中唯一一位支持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塞德的人 乔治华盛顿大学欧洲研究所主任谢赫拉扎德·雷哈姆指出 普京被看作是八国集团在叙利亚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的关键人物 他说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詹姆斯·格德盖尔表示 奥巴马与普京在八国峰会期间举行单独会面 而叙利亚问题是双方谈论的主要话题 现在所能想到的最佳解决办法就是召开国际会议 让与叙利亚冲突有关的各方都参与进来 然而他们到底能否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或冲突的现状是否会阻碍各方参加这样的会议 现在还不得而知 可是格德盖尔认为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可以一起就一些其他的问题进行商讨 美俄军队反恐持有极大兴趣 我认为他们都不希望看到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 也都希望能在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上有所作为 在八国集团峰会期间 奥巴马也努力推动就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展开谈判 通过取消关税和消除其他贸易壁垒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 无论是八国峰会还是之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晤 奥巴马很难避免各方对美国政府监视计划提出问题 希赫拉扎德·雷哈姆认为 这会使他们的会晤变得复杂 美国国家安全局当初制定那个计划 是为了搜集中东的情报 可是现在却发现已蔓延到了欧洲 特别是德国 德国民众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和不安 他们认为美国这样做是在侵犯民权 不但在美国而且在西欧 奥巴马将在柏林的柏兰登堡门发表演说 在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 他曾到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向20万民众发表讲话